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诗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 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是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讲下 来自纽约州 这件事 很多事实都已经厘清了 原来 日前的晚上 纽约警方就宣布 在纽约州的 罗切斯特 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 观众不以为 有人 是用棒棒 哇,很害怕 是以为了,结果大家走 四处 奔跑,结果 就出现 这件事是 推推 和 踩踏的事件 一想起 现在 很多的西媒都将这件事件 好像 尼泰远 尼泰远 尼泰远就很厉害了 太可怕了 尼泰远真的太可怕了 原来 这件事件 亦都很不幸地 是 有一个人 尼泰远 八个人杀伤 事发的场地就是 这个很有名的 Main Street 表演人士就是 这个很有名的 rapper 晚上 11点 零五分 有人听到 好像有棒棒声 结果 现场一片混乱 因为美国这些事情太多了 是呀 他太多了 个个都以为是真的 如果我在美国住 我都觉得是真的 因为太多了这些事情 一片混乱 罗切斯特警方的确 发现有几个人受伤 但都是 在这个推推造成 而且没有看到有棒棒的迹象 听错了 真是无辜 算不算精工资料 这些叫做 他们是应该害怕的 因为发生这些事情 太频繁了 这个 罗切斯特警官 罗切斯特警官 Nicolas Adams 经过进一步调查 其实 是没有这个办法案的 不敢 因为 你看这些踩踏事件 大家一放的时候 就 很大件 因为大家都要逃走 结果 一位33岁的女子 离开人世 对了 另外两个人 情况危态 另外六个人是轻伤的 过去那几年 人群当中 事件实在太多了 所以导致一有人觉得 不是真的话 他们都以为是真的 就自发这样逃走 一大群人 就涌向 那么客宅的出口的时候 造成这些 那么严重的 擠压现象 那么有人 离世 因为 有时候 你是 太局了 没有氧气 你 亦是讲一下 这个 离太苑事件 其实这件事 是震惊世界 是全球震惊 我记得那天 几天 基本上国家的头条 就是这件事 其实 本来很开心 就是在去年10月29号 晚上 万诚节 没错了 韩国首尔 龙山区 离太苑 动 的离太苑 这个严重的事故 群众的大事故 当时 是万诚节 而且是 Saturday 星期六 并且 亦都是 新冠解除口罩令 之后的首次 大型 活动 大家穿得漂亮 很多年轻人 还有很多西人 很多外国人 澳洲也有几个人 很大事 大批的民众 就前往 尼太苑 参加万诚节活动 导致 事故发生 最后 有159人来世 96人受伤 现场的 情景 惨不引导 惨不引导 我记得有个澳洲人 他说 看着自己 一起去的伙伴没有了 一边接受澳洲媒体访问时 失声痛哭 因为 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件 我们 中国人经常说的 喜事居然变 是白事 乐极生悲 没错 当然 这个也超越了之前1959年在釜山 公立体育场的另一个大事件 那时候也是踩塔 踩塔 造成67人 雲归天国 尼太苑事件 亦是 南汗 到今时今刻最严重的这些类似事件的最大一宗 亦是令人相当地 远色 因为很多是年轻人 对呀 出去玩 消逝 我们说回 因为那里很窄 那里呢 你说 而且 有关当局 没有做好人 对呀 好像 召唤了他们几次 几次好像 好像没什么 初初好像没什么反应 大家记住 那条街 50米 宽是4米 而且是斜的 我最记得是斜的 是的 所以 这段巷子 就 连接了主干道 尼泰远路 尼泰远路 首尔地铁6号线 尼泰远站的1号出口 以及 很多的 娱乐消费场所都聚集在那里 亦 是叫做世界美食街的 两边 都有大量的人 涌入 当然 最后就搞成这样 在纽约的这件事 都是有人离世的 因为 都是 突然之间那些人 一大堆人在 小空间 你要 逼 菊勇过去 肯定出大事 因为 你就算 你也是 离太远有些 很多是不够氧气 没了 是吧 我最记得当时 哇 基本上 因为他很多外国人 好像很多的国家 都是有年轻人 因为这件事 没了 因为 你知道其实 韩国也有很多交换生 有很多是外国人去游换 是吧 令到人很心酸 令到人很心酸 好 这个就是 第1宗新闻 第2宗新闻 就讲下 这个华为 英国传媒近排就传一宗消息 就说 华为 会对一个 项目是撤资 因为 他们 就觉得 现在是无人 因为 西方都会不断打压 华为 原来 英国媒体就说 华为就想放弃 他们英国劍桥打造的研究员区 打算撤资 这个项目 原本就打算投资10亿磅 就用在 光电子的研发和製造 华为 他又回应媒体 他就说 目前计划依然进行当中 不过媒体就说华为必须在今年8月前动工 否则 可能会失去 开发许可证 英国的电信部就说 华为在 18年 18年 以3700万磅 购买了 这块 500英亩的用地 用来 开发 宽频 晶片 和人工智能 软件 并且作为华为 海外光电子 业务的总部 原区 在2020年 获得 规划许可 原计划 前年完成首阶段建设 但是 因为疫情 疫情以来 工程一直处于 评估状态 华为的原区 所在的 薩玉斯顿地区的议员 根据Brian Miles 他就说 我们议员和其他相关人士 尝试是联系公司代表 但是 这家公司一直都没有对于这个原区计划做出任何回应 依照合同 华为一定在8月份之前要动工 否则 可能会失去 这个许可症 之后 说了这么久 他肯定会 那么多人 叫他出来 他都要找个发言人出来说话 华为发言人就说公司仍在评估 这个 监桥圆区的项目 他们就知道规划 申请的情况 在疫情期间 就将 这个 项目 是 放在内部 审查评估状态 不过记者就说 什么时候真的开工 华为发言人就 没有说 拒绝说 这个工程什么时候开工 早在17年的时候 其实 华为就计划 将他们投资 规模达到几十亿磅前的 钢晶片研究中心 还有工厂就放在英国 一百年底前后 华为就是 斥资了大约 三千七百五十万磅 从 美国生物 技术公司 NW BIOX 手中 买了这块 位于英格 法兰 劍桥南部 撒旭斯顿 大概五百五十英亩的土地 打算建造全新的 英国研发中心 除去一些 因为有些地是用不了 除去那些 没办法开发的 农地部分 大约有100英亩可以用来建设新原区 19年初 华为就启动了在 这块地 建设 钢晶片研发中心 和工厂一期 工程规划的申请流程 2020年6月 就正式 宣布 位于 劍桥园区的第一期工程规划 已经获得批准 计划投资规模在10亿磅前 预计 可以有 四百多个就业岗位做出来 落成之后 就成为华为海外钢电子业务的总部 事隔不到一个月 英国政府 就突然宣布 从2020年12月31号起 禁止再向华为采购新的通讯设备 令到他们五珠业务正式 被人在英国就很难走下去 在英国很难走下去 五珠 很难重 现在很难的 其实 后来就没有了 后来就没有了 五珠网中 现有的华为设备需要在2027年之前 拆取 其实这些多余裕 我觉得 无端端又整达了 当然 他们肯定是会说 国家安全 这个就是 一个神主牌 永远就是国家安全 什么都不用说了 说真的 说起这条 大了 不用说那么多 就是 大了 我只觉得这样 也是那句话 你 制裁人都是制裁自己 你制裁人 都是制裁自己 好 这个 就是 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就讲一下全球大众商品市场 也挺厉害的 由于 欧战争 就令到大众商品的价格波动得很厉害 交易商 真的是 收获 相当丰厚 去年 大众商品行业 从交易活动当中 是获得 超过 1150亿美金 的这个 创纪录 无利润 原因是 欧战争 其实 某个程度上来说 他 都是 难听说是发出战争财 没有战争就令到能源价格那么波动 我们看看 最新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最大的赢家 是独立交易公司 比如 是这个 托克 还有 是 还有就是 维托尔 还有加能河 他们的资产 负债表 足以令到 他们 留在市场上 从交易机会的角度来看 今年对于所有大众商品来说 都还是另一个 perfect storm 很年头 是吗 大事 perfect storm 可能还有得性 就是一场完美风暴 波动性就是交易商进行交易所需的生命线 澳战争引发的 欧盟流源危机 以及 对俄罗斯某些大众商品实施制裁 亦可能会推动全球贸易 流动的巨大转变 当然 大众商品 价格会不会波动呢 我相信也会有 虽然 应该没有去年那么厉害 战争都这么久了 研究也显示 这个行业的交易 无利润 包括 银行 对冲基金 独立交易商 还有 能源巨企等等的资产 支援交易商 相关的 Stateholder 加加 1,150亿美金 比上年增长了60% 比疫情前的水平 高三倍 对冲基金等等的 金融机构 亦都是获得巨大的收益 预计 2022年 从交易活动当中会获利 120亿美金 因为他还没计算上年的获利 而前年 30亿美金都没有 多了90亿美金 能源企业 当然是赚到盘盘盘盘 去年利润风口 当然 欧盟和 美国 亦都是引发了政治的 风波 为什么呢 因为 美国就被欧盟说 你们 在战争中 有谋取暴力 当然 美国 本土拜登亦都说 那些 石油和天然气企业 亦都是有暴力 那就要征收暴力 但是很难 现在都很难征 虽然 大宗商品交易到今时今刻 亦都是 经常被人说是发战争财 但是 他们 不会停下来赚钱的 会不断增长利润 令到那些 在全球范围内 运输原材料的强大贸易公司 成为了焦点 好像嘉能河 在伦敦上市 他们的最新财报 亦就预计 会在 去年实现 正利润 173亿美金 比前年 成长了 超过两倍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托克 公布 公布什么呢 公布截止到9月底的财年 这家公司的 实现正利润 是70亿美金 超过之前四年 之前四年的总利润 都没有去年那么多 真的 赚得太厉害了 不过 战争 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很多 之后 经济活动 因为中国 清零政策 拔走了 可能会有 反弹 和全球经济 所以 之前 很多经济专家就说 比之前预计 好一点 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 整个大宗商品投资 有些人说 不是很足够 生产力也不足 还是他特意不生产那么多 那他教育高 那些产能 控制着 你看 欧佩克 这个 国际产油各组织 就是 保持 不是全部 释放了 这些产能是减产 你要记住 在不同的大宗商品类别当中 天然气 电力 和 煤炭 的交易成长是最大的 2022年 这三个领域 行业的收益同比 升了 90% 真可怕 我们看看 报告也是 估计了贸易公司的无利润 即是 销售价格 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 减去运输和融资等等的直接 归宿成本 无利润 是 交易商用来评估 自身业绩的主要指标 其实他们相当漂亮的 数据 亦都正常的 你卖能源没理由不赚钱 看你赚多赚少 除非你 疫情的时候就惨点 你知道了 那时候的油价 你车都不炸 是吗 你怎样可以炸 有这个 一来有限聚令 第二 他有个 限制是不让你持有那么远 你们就是了 你们就是了 有个美容 超过10公里 而且太困难 是的 所以 你知道 这样来说 当时也挺惨的 我们看看 原来 2月份 中国大宗商品指数 就是 102.8% 这个 供需状况 明显改善 2月份 这个数据就是刚刚发布的 中国大宗商品指数 就升到近五个月来的 最高点 如果中国是用很多大宗商品的话 全球的商品价格 即大宗商品价格肯定都会上升 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的 这个 运行形势开始有点回忍了 行业的状况 亦都比之前的 预计是好一点 所以 这个是个很矛盾的 如果 中国经济好 其实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都是好事 但是 他又用很多能源 他用能源 他跟你竞争 买能源 最后 亦都会 推高能源价格 但是看看推得多高 现在我战争之下你真是不知道 只可以这么说 只可以这么说 你不知道 还有 这个法改委 就是中国 法改委亦都说 要进一步强化 能源等等大宗商品的 这个 保供稳价 就是保证供应和稳定价格 其实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因为 如果你 这东西太贵 那你社会肯定动荡 是不是 这个不用说了 当然 我们国家就很搞笑的 澳洲就很搞笑的 出大宗商品 但是大宗商品都很贵 甚至没得用 好像天然气 这个是多讽刺 去年 全球的通胀高企 其实你看看中国的物价 水平是维持 比较平稳的状态 始终是这么大的国家 产能也强 产能也强 在2022年全球的 通胀是创新高了 所以呢 很多地方都只可以 带头进去压制通胀 压制通胀之下 就狂加息 好像小弟那样 我今天看到 你知道我们今天又加了 25个点子 原来 之前我以为 那些人是无感 不是 原来 很多人 去央行示威 我以为 我觉得那么痛 原来 很多人都感受到那种痛苦 因为 你这样加法 尤其是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就说 买不到楼 买不到楼就是租楼 但租楼又很贵 对吗 租楼又难租 真的很难租 你想想一个两房的宅宅 有百多人去看 你以为是 那些绝版店 那些店铺 是 结业那些人冲去 买什么纪念品 又不是 是看楼 是看楼 好 今节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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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